今天的记者会主要是有关台日产业合作和文化 彼此的来探讨台日产业间怎么样的能够更深化彼此合作的关系 以及我们该使用的策略 第三我们也会拜会具有潜力的合作的厂商 来寻求新的投资的商机 这一次我们拜会的厂商包含到ICT的厂商 以及非ICT的厂商 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就是由我们台湾第一大的工具机厂商 有家公司 他们会跟日本的三家知名的工具机的公司 合主 合景田 有家 金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来作为我们跟日本的厂商 达成国际合作联盟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模式 20010年跟中国大陆签署了ECFA 而2011年又跟日本签署了投资协议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时机越来越有利益 台湾产业 就做一个相互投资 以及加强技术交流 设法来共同 开拓 开拓市场这样的一个方式 策略应该要可以多多的努力 我们看了两个日本最大的产业界的社团 一个是青团的一个上风会议所 两个负责人出来都调达 他们非常的这个弱意来佩服推动 我们今天中午跟日华议员很谈会的 有平常会长所率领的这么多人的意见 都在这么样盲目的国会会议的期间 他从时间出来来接待我们 有可见他们也非常重视 我们希望会有后人能够开发结果 让双方的这个合作 真正产生互补顾利的这样的效果 谢谢大家 不过不管我在政府也要不在政府也要 我对任何台湾的企业到国际间 从事国际的投资 合作的这一种安全 我基本上都支持 都入管其成 因为这是台湾很需要的 那么所以每一个案件 都知道我们台湾的社会 跟产业界 大家给他们加油 希望他们成功 我们跟SHAO之间 现在在讨论 倒不是说 应该有多少股票 买多少股份 我们现在方向呢 在于说 怎么样能够双方 真正吸手的合作 用彼此的优势度 来用我们的优点 用他们的优点 然后呢 结合 双方优势 来战胜 这个 大家不知道指明是哪一个公司 或哪一个国家 这个 我想这也是最近热门的新闻 我 没有指明 各位不要乱提 但是心知肚明就好 那么 那个 日本的企业 会今天 将来的发展 我觉得还有很多 尤其是consuming electronics 就是消费型电子 会走上 现在目前的困境 我觉得 有很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消费家 我今天不认为 所以 应该还有很多 日元为什么这么高 日本的税为什么这么重 日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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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的产品的速度 为什么这么慢 日本为什么只有硬体 没有软体 只有hardware 没有subware 像这些问题 都不是简单的 不论从政治 军事 技术的相差度 彼此的感情 地理位置 我觉得 台湾应该是一个最佳的 选择 我们 认为 我们 公司跟效果合作 只是一个 台湾跟日本之间 合作的一个缩影 也许 我们可以代表一些 含义 但是呢 我们绝对可以 认为 我们是一个 值得 双方 来把它促成的一件 成功的案例 我觉得大家的方向 不应该摆在 多少股 入股多少 买多少 价钱 再说 我们 鸿海集团跟效果 真正能够联手 能够一加一变成价 能够真正 但是 汇集团 日本税 有很多的人工 有很多人工 那台湾呢 有台湾的优势 所以我们就是 非常小心 意义的 要 要 想把这一个 跟合作 能够做成功 我们的原则是 双方能够成功 那成功的 definition 是什么 就是效果要能够赚钱 那如果现在不赚钱 那 什么叫成就 做business 就要转归 回 那我现在呢 因为 这又讲到 chicken and egg 如果没有 我们的影无啊 你如何让他 转归